那么 屁点屁点的跟他别人屁个后头 其实想想 其实当时我还觉得挺暖的 那多久以前吗 一年以前 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 他追了我只能三个月 我才同意跟他在 就一年的就三个月来追你 对 然后还有 而且他坚持了好久 要么是我会感动吗 一开始我其实特别不喜欢他 干嘛不喜欢人家 就是我就看不上吗 哪被看上 长相 事业 其他条件 性格 都没看上 然后后来他就把我感动 早上给我送早餐 中午给我送午餐 晚上给我送晚餐 有的时候 晚上十点多 十一点多 我问我说没睡觉 没睡觉到我们在楼下 给我送点夜宵 而他坚持了那么久 真的四个女生都会感动 三个月说 对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在一起 结果没想到 他现在变成就样子 他现在对我那么冷淡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现在对我那么冷淡 那我为什么变成这么冷淡呢 你自己有没想过 那你说呀 你一直在和你前男友在联系 我什么时候跟我前男友联系了 没联系 大晚上的凌晨了 那么晚 他给你打电话 那什么事情 那人家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呀 你没接他电话 他第二天后来又发了短信给你 什么内容啊 他说的那个短信内容是 不用你还了 留着自己用 什么意思啊这话 意思就是那肯定是钱吧 对对对 你不是用他的钱很开心吗 我什么时候用他钱很开心啊 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子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信用卡欠了一屁股的债 对不对 房租你交得起吗 你交不起 看你那个样子 我很心疼 我从我的朋友去接 这笔钱是我朋友拿给我的 后来他把钱还给我了 我要还给这个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告诉我 说你不用还给我了 说你还给那谁谁就行了 那谁谁谁嘛 他钱男友啊 就是我钱男友嘛 你看他把钱认了吧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那笔钱是我钱男友给我的 我要还他 他不要 而且那个短信的原因是什么 就因为我框开打电话 给他发短信 我说要把钱给他 要他给我地址 给我卡号 可是他都不给我 正好你条短就他看到了嘛 他说那笔钱 你就不用一直想着要还我了 钱男友分了分了 为什么他干嘛对你还那么好啊 就是因为当时他欺骗了我 而且欺骗的特别严重 可以说是我被骗了 方便减数一下吗 就是他是一个四十岁 离婚 然后还有一个孩子 然后我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长得很年轻 看着也就像二十七八的样子 后来他对我做了一些 很感动的事情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嘛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 老不带我回去见他的父母 那这我们已经搞一年了 我就跟我姐姐聊天的时候 我总觉得奇奇怪怪的 你说我朋友就介绍给他 我的家人也可以介绍给他 为什么他总不跟我 介绍他的家人呢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我的姐姐 我姐姐说我帮你问问吧 然后后来我姐就告诉我 他离过婚 他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然后我觉得特别伤心 我觉得好嘛 他孩子都跟我差不多大了 那时候你多大呀 我二十一啊 孩子呢 孩子十七啊 他没跟你说实情是吧 你觉得他骗了你 他根本就没有告诉过我 我一直以为他单身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小 然后他觉得我肯定接受不了吧 他女儿都那么大了 我妈妈也肯定不会同意 而且我是那种我要搞的对象 就惦记着好好结婚去的 不可能就是搞着玩那种呢 所以说为了以后考虑 我们俩只能分手了 但我跟那个男生在一起的期间 我真的单纯就是不感情 我也没有让那个男的 为我付出过什么 所以说那个男的 一直就觉得亏欠我很多 所以他总是想补偿我 为什么那三万块钱 我没有还给前男友 就是因为他总 就是我老联系他老联系他 而他还属于那种 神经过敏那种人 他总会去怀疑这件事情 我就想如果说 他那边也觉得对我心安了 他这边也不会误会我了 我们两个如果能两清了 我接受这三万块钱 也是没有问题的 本来我一直是怀疑的状态 不太肯定 但是他一次说不再联系 结果后来呢 还和他的那个宠物狗 他前男友有一条宠物狗 他跟我保证我不再联系了 就是我前男友有一条狗 有一条松尸特别可爱 然后就是我在以前的朋友圈里面 有发过我前男友的照片 然后是我跟前男友 还有那个狗的照片 在很久很久了已经 然后他就是 现在他做外貌 他需要发我的朋友圈 因为我微信朋友圈里面的 女生比较多 他需要去通过我的那个朋友圈 去宣传一下他的服装什么的 偶尔就看到我朋友圈里面的那个狗了 然后我正好就是有一次我回家嘛 朋友就在一块聚会 我跟那个人 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因为都是一个老家 一个地方的嘛 不可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然后正好我们在一起聚会 然后他可能就知道 我当时要跟他们一块聚会 就拉着他朋友说 你能不能带着我 然后他就来了 可能他给 刚给他家狗洗完澡吧 我觉得那只狗就好可爱 然后我就跟那只狗拍了张照片 然后他就看到了嘛 又非说我跟那个男的还有联系啊 又怎么怎么样啦 因为让我就 因为以前的种种迹象表明 你就是一直在跟他联系啊 但是我不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那好 那你的车怎么来的 车 一台车三十多万 你是哪来的钱买的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 是哪来的 谢谢观看